我们村有个禁忌 每逢下雨天家家户户都会紧逼大门 于不停绝不出门 他们说那是水鬼上岸的日子 如果被缠上了就要替他去死 我不信钱犯了计 结果第二天就出了怪事 晚战过后突然下起了瓢河大雨 爷爷奶奶把门窗都锁死后 在客厅墙角烧了四个元宝 又点燃两盏油灯摆放好 他们再次叮嘱我 今晚下雨会有水鬼上岸 让我一定不能出门 对于这个规矩的来历 我隐约偷听过爸妈的谈话 十四年前 我们从下过一场半个月都没停的大雨 导致后山滩河的泥土正好堵住村口 村旁黄河又突然发起大水 我们村三面 环山只有村口能出去 这就导致了水流不出去 淹死了几十个人 董道法的英叔说这是水鬼作乱 他做了三天法将水鬼镇住 同时也落下了这条雨天不能出门的规矩 村里没人敢违背 因为违背过得的都死了 这场雨一直下到晚上八点 隔壁发小娃姐忍不住给我打电话说道 你到底还去不去 参加大学是有二狗的生日聚会啊 在局里也不知个声 我随即看了一眼 还在客厅看电视的爷爷奶奶 你忘记村里的规矩了吗 下雨天不能出门 什么狗屁规矩 都是封建迷信 你接受的是 唯物主义教育还信这些 再怎么说二狗平日 再咱俩也不差 今天他生日聚会都不去参加 是不是太不够意思了点 而且他明天就要出国留学了 以后想见面就很难了 我听后纠结了几分钟 最终答应和阿杰一起去赴宴 晚上十点 等爷爷奶奶睡觉后 我偷摸出去与阿杰会合 可就在我推开门那一刹那 翔角的油灯 突然一下子熄灭了 我也没多想 以为是风吹的 就来到了外面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下雨的缘故 外面比屋里冷很多 村子很安静 家家户户都紧闭着门窗 只能听到雨 滴答滴答落在伞上声音 我们撑着伞 一路往村口走去 阿杰说他叫了车 在村口等我们 奇怪的是 我们离村口越近越小 坐上车 后司机还奇怪的问我们 为什么要带伞 明明外面都没下雨 我听后也觉得有些奇怪 阿杰却不以为然的说道 我们村在山里 出了山自然就不下来 这种局部下雨 本就是正常的 但不知为何我 还是莫名有点心慌 直到汽车驶出大山 到了城市 我才放下心 二狗家在市中心的别墅区 他家很大 装潢很华丽 唯一让我觉得 为何的是 他家客厅里 摆着一个无名牌位 他说这个是他爸爸 请回来的财神 他们每天都会上香供奉 他家之所以能富裕 年年全靠这个财神爷 可就在中途我上厕所 经过那个牌位时 一股阴风把牌位挖倒在地 二狗的爸爸正好从楼上下来 他看见倒在地上的牌位 花了风似的 冲过来催开我 二狗想上前帮忙 却被他爸骂 二狗 我花那么多钱供你读书 不是让你交一些 不三不四的朋友 立马让他们滚出去 二狗也有些不解的 看着他老爸 无奈下 二狗也只好很不解的 把我们送走 随后二狗爸爸 用一种很诡异的眼神 看着我 回到村里时 还下着毛毛细雨 阴凉的风刮过来 让我连打两个喷嚏 来到村里 我和阿杰 就这么一前一后走着 阿杰玩着手机 偶尔又皱着眉 看我两眼 阿杰 你怎么了 他没说话 我们就这样 继续朝家走着 可快要到家门口时 我脖子后 升起一丝凉意 用手去摸脖子上 有几滴水 正这时 阿杰忽然说道 小仙 你别装了 什么装 你一直偷摸我屁股干嘛 听后 我顿时感到极其纳闷 阿杰一时追问着 我为何摸他屁股 我就辩解道 我没事摸你屁股干啥 你想啥呢 那就骑了柜了 这里就咱俩 不是你 还是鬼摸的 阿杰话音刚落 身后就传来了凌乱的脚步声 我赶忙向后看去 只见有个黑影一闪而过 我和阿杰见后 顿时被吓得大叫着跑回了家 回到家 我就赶紧端进被窝里 不停的想着 难不成刚刚真的见到鬼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 我没忍住 睡了过去 当我迷迷糊糊 醒来时 我忽然发现窗外 有个黑影在那趴着 似乎在紧紧的盯着我一样 顿时我被吓得头皮 有些发麻 我还是鼓起语气 问了句 谁 可他并没有回答 我正想起身去 看下情况 我赶紧端被闭窝的手 此此瞎在床上 拿手上不实的 散发着一股恶臭味 并且还在不停滴水 随后一股寒气 席卷了我全身 我尽管拼命挣扎着 但却什么也做不了 渐渐的 我呼吸越来越困难 正当我快要失去意识时 忽然耳边传来了一句话 终于找到你 终于找到你 眼看马上失去意识 那双手好像被什么东西撞开了一样 我接着就猛的睁开眼大口的呼吸 此时天已经亮了 看了下时间 已经早上六点钟了 原来刚刚是做了场噩梦 我本想再继续睡会 可正这时 外面忽然传来了凄惨的尖叫声 死人了 死人了 仔细一听 这是阿杰妈妈的声音 难不成阿杰出事了 顿时我血液像是倒灌了一样 整个人呆愣着坐在床上 随后我就透过窗户看到下面爷爷说道 你们还围着看什么 快去把英叔请来啊 只见人群中围着一个一米六出头高的男性一体 脸被盖住了 这时我才松了口气 因为阿杰是一米八的身高 我很庆幸死的不是阿杰 但转念又狠的问 那楼下那个死的是谁 我就好奇的下了楼 来到外面才发现 死的人竟是村头的老光棍 原本他是个很瘦小的人 但此刻的他早已浮肚了好几倍 脸部也是极其猙獰 像是死前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随后英叔就叹息道 造孽啊 我都说了 雨天水鬼上岸活人蜕壁 非要赶着去送死 此刻我又回想起 昨晚那个黑影 顿时身体发抖的连话都不敢说 正这时 忽然阿杰妈妈冲了过来大喊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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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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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